和我吃西餐的朋友都知道我有多喜歡吃蟲爐 基本上餐牌上面一有蟲爐這兩隻字 我就一定會 麻煩一份 今天首先會和大家講一下 一些關於蟲爐的歷史 還有背景 然後會再講我今個月最喜愛的 一些蟲爐產品 或者蟲爐的食品 所以對蟲爐有興趣的朋友 就繼續留意收看啦! 蟲爐在西方國家 蟲爐是三大人間之寶之一 超過一千年的歷史 最初期是在埃及那裏發現的 話說有位農夫 他就看到他自己養的其中一隻豬 就不停在棵樹那裏 畫畫畫畫畫畫 然後畫了一塊東西出來 好像菇類那樣的物體 然後就吃 吃完之後 他又不錯 沒事沒有幹 一樣健康 那位農夫就決定了 自己也去試一下 本身那位農夫的生育方面 有些問題 但吃了菇之後 他跟他太太 竟然生了十三個小朋友 在這件事傳出去之後 人們就開始說 這個食物是天賜給人類的 然後在希臘和羅馬的人 都用他作為治療的用途 但到了中世紀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說 沒有了松爐的宗跡 原因是因為 在那時候 教會就覺得 松爐的很獨特的香味 不是天賜給人類 而是魔鬼製造的 所以自此之後 沒有人再敢吃松爐了 直到在十九世紀的中段 就是歷史以來 最多松爐的一段時間 超過二千噸的松爐 在歐洲出現 但是很可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很多地都被破壞 所以在大概一九六零年的時候 只剩下三百噸松爐 那為什麼松爐這麼貴呢? 松爐只能在某些森林 某些樹下成長 而他們成長環境的要求 是非常之高 採摘松爐 也是一件非常艱辛的一件事 松爐獵人要帶著豬或狗 以前就是豬 但是豬呢 他們是很厲害的 松爐 但是他們一找出來 就全部被他們吃光 所以基本上 現在都是用狗來幫忙去找松爐 松爐有很多很多種 有些人說有百多種 但是主要只有四種 是可以給別人吃的 以前黑松爐是沒有得培植的 是近這幾年才可以 所以現在的松爐 是會多過以前很多 而價格都沒有以前那麼高 但是白松爐到現在都只是可以野生 沒有得培植的 而它的季節時間是非常之短 十月至十二月 產量也極少 每年只有三至四噸 所以是極度珍貴 拔了松爐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五天內要吃光 如果不是 它的香味就揮發了 就浪費了些東西 所以越快吃就越好 到現在為止 松爐 尤其是白松爐 都是一種非常之汗油 非常之珍貴的食材 好了 講了少少關於松爐的一些背景 給大家知道之後 就是時候入蒸體了 這個開心果有36克 它也很小罐 其實我超無聊的 數了它裡面有幾多粒 它大概有35粒的開心果 在裡面 我一打開那個 就聞到超級超級香 超級香的松爐味 香到韻 那開心果本身也很脆 它最適合配啤酒 或者Prosecco 還有Sauvignon Blanc白酒 這個很特別 它是白松爐面膜 它的包裝很漂亮 你們都知道我多麼喜歡 漂亮的包裝 它一盒就有五塊 粉紅色 超級漂亮 我用完它之後 我覺得它很水溶 坦白說 它真的沒有什麼藏綠的香味 但是我覺得 Mask最重要是好用 我用過 我自己覺得很保濕 它建議每天用 但是我沒有每天用 我偶爾會用它 它不怕令我敏感 因為我的皮膚真的很容易敏感 它就不怕 所以我覺得它也蠻好用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黑松露車打芝士 它不怕太硬 而且非常之香 我自己很喜歡買一些急凍的薄餅 回家自己焗 然後鋪一些芝士在薄餅上面 讓它慢慢慢慢溶 再吃它 嘩 想起也覺得很好吃 又或者可以夾麵包 或者鋪在多士上面 還有最傳統的麥芝士 芝士呢 就用它 這支芝士油 好像剛剛煎過開心果罐頭一樣 一樣都是很迷你 你加一點已經非常之香 而且它夠鹹 雖然它說這裡已經是少鹹 但是也很夠鹹 我很喜歡找它來點壽司 因為壽司是我的最愛 而松露也是我最愛 所以它們兩個合拼 簡直是完美的混合 無敵 我想起那一天 我找了它來點壽司 然後我不是誇張 但是真的 整天我的房子都很香 很香 松露的味道 還有點餃子 或者水餃 都一樣很好吃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在Instagram也挺活躍的 除了訂閱我的頻道之外 大家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like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個月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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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閔根